民眾黨新竹縣竹北黨部前執行長林冠年 上午10點多現身調查局北基站 手上還拿著一台筆記型電腦 據他透露是帶著高宏安助理費的相關證據資料 打算送交檢調 那助理們委託我再交這些資料 其實他們覺得現在在外面放話也不是太好 所以他們即使覺得高委員這樣的切割 他們現在看不下去 所以委託我把資料交過來 那我也呼籲檢調儘快調查 還大家一個真相 現在助理們壓力都很大 尤其也有聽到黑白兩道都在找他們 所以他們也希望趕快把檢調資料交出去 那希望檢調趕快約談他們 然後讓他們回復平均的生活 那我呼籲大家不要再找他們 讓他們安心的接受檢調的調查 林冠年透露今天準備的證據 包含已經曝光的相關賬目 以及其他的單據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相關證人的名單 因為他說相關的吹哨者 已經至少超過五位找上他要求助 那相關的資料呢 由他一併彙整之後送交檢調 韓話希望不要現在呢 再想盡辦法要找出吹哨者是誰 因為他們壓力非常的大 盼讓事情能攤在陽光之下 緩解吹哨者的壓力 也讓檢調得以好好理清 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環的涉嫌 炸領助理費正義還在持續的延燒當中 而現在呢 前民眾黨的中央委員張易善 他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又爆料了 他說立法院的民進黨團當初在成立的時候 柯文哲就下令要求每一個立委都要捐出一個立委的名額出來 來替黨團來工作 而對於這樣子的一個事實呢 這個外界也會認為這樣是有涉嫌人頭助理的嫌疑 而對此柯文哲在稍早也有最新的回應 我們聽聽他怎麼說 好 我們聽到呢 柯文哲強調立法院的民眾黨團絕對沒有利用人頭助理 而且也沒有福報薪資 而對於外界的諸多揣測呢 柯文哲他也說了 他不排除會採取法律途徑 民眾黨立委新竹市長候選人高鴻安福報助理費的爭議越演越烈 除了市政府縣之外呢 現在更傳出說啊 民眾黨要求每一位黨籍的立委要捐出助理給黨團使用 這樣是否是有違反立法院的這個職位的一個運作呢 對此民進黨的總召柯建民有所說明 一起打聽 他直接認罪 直接認罪 撓了台灣 剛才說我在指揮檢教辦案 錯了 我是在指點迷信 假如他執迷不悟的話 我想活度有言人 我只能這樣講 問題發生在柯文哲 跟他說 說我要認得比較多啊 我只講了一句話 活活慈悲 那後續會有人繼續爆料 所以這個有事實和法律政經的問題 這個他們要特別小心 否則的話整個會滅黨 他們要小心後面的問題 衍生出來的問題 因為過去有人曾經這樣被判尾兔文書 然後 尾兔文書 然後這個十五公錢 好 他自己要去面對後續來的 人家資料有掌握多少 你能難保你的所有這麼多注意 沒有一個人會去直接認罪 你很難去串的 好 你可以聽到柯建民是強調說 高宏安的違法事情是很明確的 請他饒過台灣 至於柯文哲反嗆說 柯建民的違法才明確要他認罪 這個柯建民反酸柯文哲說 我佛慈悲 就是不予理會的意思 那另外這一個民眾黨的立委 要捐助力給黨團這件事情 柯建民也說 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很嚴重的違法的問題 他說如果吹哨者 不斷的提出新市政的話 說不定會有民眾黨 滅黨的一個情況 以上先講最新主播